好,那因為剛剛看老師一直在用這個,也都用還蠻順手的嘛,對不對,所以我們還搭配一個好了,因為他如果你要,剛剛講過就是你要錄影的話要搭配他的那個嘛,但是我們現在不要,沒關係,你就找到你的網路攝影機,那麼我們在這裡面呢有給你一個,就是網路攝影機的一個程式,免安裝的,免安裝的齁,所以呢你把它打開就好,打開之後呢會像我剛剛這邊, 我剛剛現在這個開的一樣齁,我先把它在這裡,我先把它停止一下,以我現在這邊來講,其實我有兩台網路攝影機,齁,我有兩台網路攝影機,你就看你是哪一台,好,那你選好了之後呢,因為每一台那個解析度不一樣,有沒有,可以比較高也可以比較低齁,看你的,那假設我要比較,一般來講,大部分老師都希望不要怎麼樣,太昭揚, 請拿我後面那個,現在那個手機的外掛鏡頭很多,對啊,那個可以掛在這裡,那個就直接掛在那,也可以掛在網路攝影機上面齁,我有拍照圍證 我部落格這樣給我拍,他會看的比較廣一點,然後就看比較不要美機了齁,好,那假設我這樣選好了,我就按START,這樣是不是就抓到我畫面了,好,那麼我們現在來看喔,這個時候如果您,假設我回到網頁,或者我的簡報,是不是就被蓋住了, 如果你希望就一定要在上面了,這個程式,你可以置頂,在這邊,有沒有,keep on hop,這樣就好了,這樣子,你在講解的時候,有沒有發現,你就會在上面了,可是像我現在來講的話, 其實是真的比較大支一點,我平常的話,我會用我這一個,另外一個,網路攝影機這個,有沒有看到另外一台,對不對,那這一台是有廣角的,網路攝影機,這個我已經買到最頂級了,3000多塊,3000多塊,所以是最頂級的,跟你的手機比起來是最頂級的, 但是,它這個是有廣角,所以我們在拍,像我現在是不是很近,我沒辦法用濃波鬼,常常是這樣子,就是跟人家做視訊,頭好大,對不對,看起來又不舒服啦,所以我會用這個罐,就是用那個,加一個手機的那個,外化鏡,廣角鏡,那我就可以讓這個現場變得比較寬,不會說那麼近,那我這樣操作,是不是都,都可以錄得到了,當然如果你想要退下去了,就讓它退下去了, 讓它退位吧,這樣就可以繼續往下,這樣OK嗎,可以齁,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搭配這個,IP EVO這個,軟體的話,其實你搭配這樣,這樣就蠻好用的,就看你什麼時候要出現再來